大家好,我是文悦,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使用OBS录屏 因为前两天升级的系统,麦克系统升到了是10.15 OBS就上不去了,就打不开了 现在今天又升级到10.15.1 OBS还是打不开 在网上查到了一些资料之后 现在基本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能够打开的方法 还勉强可以使用 具体如果要是完整的使用 只能等以后OBS系统升级之后 可能才能正常的使用 现在这种方法呢 就是通过root权限启动OBS这个程序 然后打开 基本可以暂时的使一下 下面我来操作一下 如果直接点击这个OBS这个图标 打开 是打不开的 是打不开的 点击 都是打不开的 应该还会出现提示 错误提示 是这样 出现了OBS意外退出 如果重新打开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种提示框 是错误的 不行打不开 那现在只能通过root权限的命令行 命令行的方式来操作 来打开这OBS 嗯 嗯 那首先 那首先打开终端 从终端 其中我获得root权限 嗯 获得root权限之后 嗯 就是 在命令行里 输入 呃 OBS程序 就是 它的路径加的 加程 加程序 来启动 我这个直接 拷贝一下 就这个 它的路径 加的程序 把它粘贴到这来 直接就能可以打开了 看OBS可以打开了 可以建立场景 基本可以正常的 使用了 录制屏幕 录制 合成 合成 那个摄像头 都可以 就这么一个小技巧吧 暂时可以先使用一下 以后等OBS升级之后 可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就照样吧 好了 感谢收看这个视频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